那么想想这么多物种都灭绝消失了 如果它们生存没什么意义 那我们人为什么都特别有意义呢 比方母蚊子可以活到两个月 那我们生命大概是比它长600倍 可是100岁在整个宇宙这个时间里面 基本上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的宇宙自从大爆炸诞生以年 到现在超过137亿年 地球的寿命到现在已经有46亿年 地球上开始有生物到现在30亿年 人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 在几乎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一生就过了 那这样的短短时间呢 你还要每天争强好胜 还要贪嗔痴 这个有意义没意义呢 两项对立啊 不仅会造成我们个人这个无谓的烦恼 而且会经常引发人类的战争 月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